大家好 我是郭德纲 到了咱们过论了 前些日子又到了这个高考了 头天那个手机上就接到了这个通知 可能为了高考 手机呢 信号不太好 如何如何 希望大伙谅解 那当然得谅解了 是不是 尤其我看这个网上好多家长 做妈妈的 穿着旗袍 拿着向日葵 就希望孩子们齐开得胜 一举多亏 这就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也不知道各位听众 您身边考生命考的都怎么样 是不是 当然了 考的好 马到成功 齐开得胜只是最好 万一要是考的不好 也别太难过 是吧 一考定终生 这玩也说不准 多大的手端多大的碗 多的嘴吃多少饭 挺好 活法不一样 这个拿古代来说吧 古代没有高考 对于读书人来说 这个最重要的考试就是科举 这通过科举考试 那个 朝为天舍郎 木登天子堂 早上起来 你还跟人家种地了 到晚上呢 你就坐在金殿上 跟皇上聊天了 就这样的 很多 你看历代状元里边呢 有多是名人呢 唐朝 大诗人 王维 大书法家 柳公权 还有宋朝的 文天祥 这都了不起的任务 都是状元出身 但是呢 咱们划分两头 所以历史上好多落榜学生的成就呢 比状元还大 那名声比状元还要响 所以咱们今儿呢 闲着闲着 下雨天打孩子啊 咱们这个 聊了前天 跟各位说一说 古代这些个比较厉害的落榜生 以前我记得 我跟大伙聊过科举 你想当个状元呢 种个进士 得经过层层的筛选 这一层层严格的 乡市 汇市 电视 考场 如战场啊 那 造成大量的 很厉害的 落榜生 你比如说 有一位叫 韩瑜的 韩瑜咱们都知道吗 唐宋八大家之首啊 韩瑜啊 课本 咱学过人家文章啊 这一说 诗者 传道授业解惑 那人家说的 这位大爷 就是落榜生 那不是 写文章写这么好 怎么也能落榜呢 那确实落榜了 还落榜好几回 韩瑜二十岁的时候呢 进京参加 进士科的考试 咱们之前 郭论说的那个 唐高宗李治那期的时候 咱们还说了吗 唐朝的进士科 考试特别难 也不止一般人 这么觉得 唐朝的那个 大文豪们 反正也都觉得难 李白根本就没考过 杜普呢 是这个 放弃了进士科 改考明经科 等于就是没有报考本科 唐朝的进士科 难到这个程度 这个韩瑜对自己挺自信 报名参加考试 连考三回 每次考完呢 感觉很良好 我写这个啊 字字 注记 都挺好 但是呢 月卷的老师 不这么觉得 所以一发榜 就啥 那么为什么 韩瑜的好文章 在月卷老师那 行不通呢 我们需要介绍一下 你当时这个科举考试 要求学生啊 做文的时候 要写偏体文 偏一个马字 一个病 一个病字 什么意思 就是俩马拉一辆车 这叫偏 但是引申出的意思 就是对仗 对偶 两个一样 这叫偏 偏体文讲究 就是对仗工整 你比如说 若霞雨孤雾其飞 秋水共长天一色 这典型的偏体文 每句话几个字 第几个字 什么声调 怎么用典故 它都严格的规定 这个东西呢 它确实 辞早华丽 气势磅礴 但是 它表达情感跟观点 它受限制 因为你竟考虑 它这些形式上的东西了 所以有些个 你的想法 未必完全准确的表达出来 韩瑜就不喜欢写这 他喜欢写散人 古体文 那这个古体文 是他当时所在的 唐朝的古体文 因为这个东西呢 它不受格式的拘束 他在考场上 他也写古体文 那你 主考官人家不爱看 落榜了 哎呀 很难过 龟尔中一回家吧 来年还来 考考考 他考了就考第四回 考第四回一看 有今年科举的考题 跟去年差不多 他乐了 那行了 他把去年写那个 改了改了 他又来一遍 老韩也太将 去年没考中那文章 今年继续写 还要 一样的文章 不一样的命运 这一年 进士科的主考官 是当朝的宰相 陆志 陆的人反复 读了韩瑜的这个考卷 哎呦 好啊 是这个谁写的啊 就没有一点 那个很浮夸的 那个片体文的 那个味道 再一查 去年就写的一样子了 没被录取 很生气 是这么好的文章 你们竟然不录取 埋没人才 你看了吗 同样一篇文章 落的不同的考官手里边 差别就这么大 就这样 第四次考科举的韩瑜 中了进士 所以有时候考得上考不上 真是看运气 韩瑜自个儿写的文章 千里马常有 伯乐不常有 在落榜生里边呢 还有一个官做的特别大 就是前些日子 咱们聊这个奇迹光的时候 咱们说的 明朝万历年间 内阁首府张居正 张居正从小那就是学霸呀 外号江灵才子 十三岁参加乡试 了不备受瞩目 张居正那场考试的主考官呢 叫顾林 这个顾的人善于识人呢 俩人差多的岁数呢 顾的人比张居正啊 打将近五十岁 俩一见面 这个顾的人就让张居正 这个谈吐震惊了 没多大 十几岁孩子 震惊到什么程度呢 顾的人很郑重的 以对待成人的礼节 对待张居正 而且特意的把自己的儿子叫出来 儿子你看看啊 你看好了 爸爸这小朋友叫张居正 这以后啊 是要成为国事的人的 你以后呢 会见他 他肯定会 看在你是我儿子的面上 照顾你 什么意思 就是说 十三岁的神童张居正考试去 出考官 月卷人 欣赏的都不行 那能中不了吗 但是呢 你看 好多事也能说 这个张居正在考试前 写了一首诗 叫提竹 说竹子 绿遍萧香外 树林玉露寒 凤毛从尽节 直上尽头干 诗写的不错 但是 有点夸自己 有点自负 说我这个像竹子一样 既清高 又有能力 而且我这一直往上窜 我了不得 这种自负跟高傲 这个让 顾的人看完之后 那很担忧 顾的人想 我这回要是让张居正 中了举 朝廷估计得多一个心浮气躁的门人默客 少一个栋梁 不如这样 我趁他岁数小 磨练新兴 得 大笔一挥 江陵才子 张居正 落榜 神童当官了呀 这一下好家伙 这么大的挫折 心裂别扭 顾的人没瞒着他 我告诉你 你这次没中局 我干的 完事连解释都没有 三年之后 沉淀一番的这个 张居正 又来参加相识 这个相识 三年一回 这个跟之前说 韩瑜参加的进士科不同 这回是终于中局了 考中之后 张居正得去拜见顾的人 顾的人很高兴 是你以后 是要做国家董梁 我耽误了你三年 这是我对不起你 但是 我希望你不要做年少成名的文人 你要有更大的报复 说的话呢 就把自个儿的腰带 剪下来了 送给张居正 说以后你是要佩戴 育腰带的人 我这条啊 这是犀牛皮的 配不上你 你先凑合凑合吧 什么叫育腰带呢 咱们说育带嘛 明朝的官员品级不同 腰带质量不一样 育腰带品级最高 就是咱们说的育带 一品以上的官才能带呢 咱们老说 马炮育带 说的就是这个 这是身份尊贵 顾的人就这种赞赏 这个不言而喻 所以有的时候 落榜啊 不是因为才学不够 是为了让你啊 变得更好 还有一个落榜生 挺我意思 这种听到今天 我们也觉得 这个大才子 而且好玩 宋朝的大词人 叫刘勇 原来不叫刘勇 叫柳三变 这个刘勇 这个名是后来改的 本来名字呢 叫柳三变 书香门第 官换世家 真是饱读诗书 这个十八岁 进京赶考 哪狂的都不行了 作词 写自己 定然盔甲登高地 什么意思 我肯定是庄然的 除了我 你们谁也不灵啊 考吧 考完了 当时的皇上是谁啊 宋真宗 皇上为他下了一道圣旨 批评他 说柳三变写的东西 用词伏弥 不得路用 你想想 这还了得吗 但是这柳三变看完 很生气 他写了一首词 怼皇上 最后一句话有意思 各位您感受一下啊 青春都一响 人把福明 换了浅真低唱 什么意思啊 青春短暂 你给我那个功名利路啊 我觉得没什么意思 我换成手中的酒 换成耳畔的清歌 哎 喝了酒 听了歌 那个多开心呢 好家伙 列位 怼皇上啊 蔑视功名 鄙伯朝廷 结果这首词那火了 火了跟现在那个公众号那文章似的 穿遍大江南北 你别看他落榜声 他这个名头比当年的状元还厉害 你现在的状元没有人知道啊 但提他都知道 转过年了 后来他 他又可考去了 又可考 皇上也对得起 皇上说了 好啊 好去浅真低拙 喝药服明 窃填辞去 就是你之前不告诉我吗 你觉得你那个浅真低唱都挺好啊 满处写这个这种词 你要什么功名利禄啊 你填词就挺好 去填去吧 这个柳三遍 接着这个圣旨 他喝出去了 对外他说了 奉旨填词柳三遍 一天到晚的 玩吟诗作画啊 榴莲这个花结柳相啊 他写这个词 朝廷啊 说了 说他写这叫 吟词宴曲 但是在民间 那越来越有名 后来过了将近 对我二十年 到了宋仁宗了 广开恩科 这柳三遍把名 改成刘勇 这才考中了晋试 我猜这个名 是为了科举考试呢 特地改 当年这个刘勇这个词啊 皇帝不喜欢 但是现在呢 很多人很喜欢 你看那个 遍纵有 千种风情 更与谁人说 衣带见宽 终不悔 为衣萧德 人憔悴 你这样的千古名句 人人传颂 落榜就落吧 也就那样了 还有一位 这位考试考的时间挺长的 这是聊斋志义的那个作者 蒲松林 这个清朝啊 科举首先得有三场 这个县士 府士 院士 这三场考中了 你才是秀才 具备参加这个 乡市的这个资格 蒲松林 少年德志 同是第一的成绩 取得了秀才的称号 可是您这么说 世界上好些个 郁郁不得志 都是从少年德志开始的 蒲松林 蒲大爷就是这样 这个秀才得得真快 但打这起 这秀才 当了半个多世纪 19岁考的66岁 考了十次以上的科举 21岁 落榜 24岁 落榜 27岁 落榜 30岁 他爸爸去世 没考 33岁 落榜 48岁 写错了答题的纸 落榜 51岁 得病了 落榜 他这个 大半辈子都是复读 始终就跨不过科举的坎 他最值得一提 就是他那48岁 就跟咱们说 写错了 打题纸那回 啊 就这一年他就考试去 一看考题 哎哟 这太好了 打到我手心里边 没我不会写吧 拿起别来刷刷 在那写 写着写特别好 突然间愣了 完蛋了 怎么呢 这个清朝的这个科举啊 他是有严格的格式要求 每张纸上只能写12行 每行25个字 写完一页 写第二页 再写第三页 葡松灵写的太激动了 一不留神 他翻漏了一篇 写完第一页 紧跟着就写第三页 把第二页落下了 这个在科举考试里边叫什么呢 叫岳福 不仅不会录取 而且还得贴大字报 通报批评 葡松灵 写完这个之后 呦坏了 啥了 自己都说 得意急疏 回头大错 此况何如 决千瓢冷汗战役 一缕魂飞出射 我很得意跟着写着 一回头写错了 这个状况什么样呢 一千瓢凉水泼我 我魂都飞了 得了 那就拉倒呗 这一辈子都没考中 但是并不担心 他写出什么剧作来 别的成绩 没有人写了个聊斋日益 这本书很受现代人推崇的一大特色 就是表现了科举制度 是怎么把人逼疯的 那这点他有发言权呢 那婆松灵写的唯妙唯肖 每年科举那么多近视 今天谁记着 但是就因为这一本聊斋日益 后世妒忌的扑松灵 明代还有一个大医学家 叫李时珍 也曾经三度落榜 因为这个李时珍的父亲呢 也是医生 在古代啊 医生这个地位很低 生活艰苦 那不像现在 包括您到国外去看见 这个医生律师啊 什么这都是上流社会 在那个年头不行啊 所以李时珍他爸爸呢 就不愿意孩子继承家业 你改孩子 科考去吧 到那儿 你拿个名次什么的 咱们家就算熬出来了 但是李时珍觉得 哎呀 科举考试 老写这个八股文啊 这个没进 心思也不在这上的 连考了三次 都没考中 有一次 因为这个念书啊 太辛苦了 李时珍呢 得病了 好在呢 他们家里是干这个了 他爸爸给孩子治病吧 好长时间 才把他调理过来了 好了之后 爷俩商量说 说这怎么办呢 那我不想念书了 我就想跟你一样 当大夫 他爸爸也没辙了 那就学这个吧 学这个呢 家里还有个照应 家里不会别的 就当大夫吧 咱现在这个 高考呢 得有不错的分儿 才能学医呢 是不是 他当时呢 不像现在 那会儿他 有些家里干这儿呢 说学就学 学了四年 就具备了独立行医的能力 明文全国啊 他曾经成为了明医啊 那会儿明朝呢 有一个王爷 楚王 楚王爷家的儿子呢 世子啊 抽风 请了好些个大夫啊 您给治保 没有办法 结果说 有着名叫李时珍 那去吧 李时珍去 到那 药道病除 楚王高兴啊 你留在我府里边吧 就留下了 过了三年 皇上呢 招选这个天下的名义 楚王说 我这儿啊 有着一个叫李时珍的 他很厉害 让他去吧 就推荐他入宫 做了这个太医 李时珍 当太医没几年 发现这个中医的药材不系统 辞职我不干 我呢 也不行医了 我来修编医书 用18年 野外考察观察 又用了十年 三次修改这个文稿 完成了自己重修本草的这个心愿 这个巨著啊 本草纲目 是古代医学集大成之作 李时珍考不上科举 就考不上吧 天生人家该当这个大夫 该吃这碗饭 一个奇才 你干嘛逼人家写八国文呢 是不是 所以这个历史上吧 有名的落榜生很多 你看张继写那个风桥叶博 江风雨火对筹棉 那就是写的落榜后 黄朝的那个满城进的黄金甲 也是落榜后写的 当然黄朝说没考上造反 早这这这另说 这不行这个啊 还有这个苏巡 就苏是他爸爸 自己考不上 专心培养儿子 俩儿子很优秀 同榜英式极地 轰动京师 父子三人有才华 后世成为三苏 是不是 这个这么多知名的人物 科举都曾经名落孙山 但最后 以各式各样的名字呢 千古留名 说明成功的道呢 他也不止这么一条 是不是 老话说的好 独占凹头 本是男儿得一丘 金印玄如斗 声势非常久 锦绣满胸头 何须夸口 生死临头 半字难相就 因此上 盖世文章 一笔一勾